嗯 你还没投资过三分的 中斯 周鹏跳出来冒 还有大坏博再冒 哎 先来看这球看完 但是犯规已经过了 没法追溯了 吉林的关键球了 这是三次进攻都被拦下来了 打进 这个转换打成之后差三分 吉林三波进攻没有得分 而广东三波进攻全部得分 还行到复位 是 有琼斯和包括姜伟泽在 其实后卫 吉林这边还是够多的 2加1 小伙要研究一下琼斯 这个新式和合作什么 没有问题 肯定是犯规了吧 你看 对 马上 再钻进来 琼斯 哎 篮板被打掉 这个再拿三分 哇 这一二面球啊 这是 篮下二飞在张手 但是马上自己投 现在你要 你不是看琼斯啊 你要看他的传球 冒掉了 也会沟通 也会沟通 对 特别是组织后卫队长啊 对 又是两发神秘哦 哎 还有精神 是啊 第二发 两发全中 正确在速度 比较快的情况下面的成功率 先出 先出 马上 这个有优势啊 这个进攻啊 哦 就对着中程了 因为中程防他 大防小啊 篮板球拿下来 那这个局势就有点不一样了 对啊 关键 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就是 我们讲的广播的实力 嗯 倒是有难免 嗯 是吧 我们 应该是第一节结束的时候 就说过了 前两节的琼斯 和第三节 第四节的琼斯 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提及这个点 和第三节 第四节的琼斯 不一样 因为对于琼斯的使用 包括现在吉林只有他一 就马上这两个三分是把广东的压力释放了 那压力完完全全的倒在了吉林这边 那 对于琼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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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难度啊 因为这个是破坏节奏的 是 做了动作以后再 第二次再起 马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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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走 啊 抬头 大伟老师草率了 我想他肯定要拿更稳健的 江伟泽三分 环上 这个比赛疯狂了 最后四十多秒 拿了两分 暂停吗 叫不叫暂停 不叫的话接着打 这波进攻打完的话 广东还有一波进攻 给琼斯 押好时间差不多了 江伟泽 再给琼斯 没有给犯规 篮板球 中诚再给出来 要不要稳定局面 最后的时间要投了 哇 绝杀 绝杀 最后时刻发生了什么 最后时刻 再谈谈时间 琼斯 转出了一片天 打板 应该从我们第一下的感官上来说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打板绝杀 在今天NBA 我们也看到了塔图姆 面对字母哥的防守 也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打板绝杀 来看一下时间表 出手没问题 绝杀了 这个比赛 太富裕 欠了进去 这个比赛 太富裕 欠了进去 这个也是非常有难度的 是 这个真的是歪打正招 绝杀 需要有这样的一些运气成分 但是琼斯这场比赛的表现 也值得他和他的队友们 最终获得这场很精妙的 很惊喜的胜利